这起网红离婚风波近日曝光实在令人瞩目 某知名女网红欲通过直播来改善困境 遭其夫强烈反对 删除了所拥有的一切作品 女主心有不甘地说 又一次家破人亡的打击一传十诗传百 很快引起网友热议 细心的网友认出 女主正是某平台百万粉丝的苏秦晴 如今她仅四条视频在抖音动态中孤独存留 一条配文写道 家无所居 作品进阶删除 一无所有 只求他人放过我 以离婚结束这一切自理行间 满是绝望与心酸 对此 网友持两种看法 一是认为男主做得不错 反问女网红为何总想离婚 二是大多数批评男主过激可怕 劝告道 切勿为一人放弃事业虔诚 此为忠告与现实在详说此事前 中国女士频道先为大家介绍事件者本人 苏秦晴 今年26岁 貌美温婉 老杨 两人相恋五载 婚后一年 从苏秦晴所述 老杨家境并不优渥 但他从未介意 甘愿嫁语 然一婚后 老杨急染炮枕 瘦弱且失去工作能力 情况最差时 满身炮枕 几乎失聪 这对小夫妻展开看病与生计两线奋斗 苏秦晴不离不弃 写老杨附护治病 并开展自己的短视频之路 自首次直播起 便诉说两人的病痛 真实情况 治疗后 老杨身体健好 颈面部麻痹 不能从事重活 但苏秦晴从未介意 甘于野兽抗礼 拍视频为生 三载时间 粉丝破百万 外人无不妒忌 这对网红模范夫妻 然而 他们的现实生活 并非如人们想象般美满 苏秦晴吐露了十条控诉 首先 六年来 从未花过老杨一分钱 住处租金 也惜他支付 老杨虽有收入 但他不曾索取 实则靠拍视频度日 拍视频的初衷 是为改善生计 使老杨远离吃力之活 视频主页明确表明 一切内容细围绕老杨创作 他以此回应 对其的信任 最终矛盾因他提议直播 带货而起 老杨强烈反对 称其不够聪明 不准合作 即便他提议 让老杨参与 老杨仍然不同意 对苏秦晴来说 三年打拼出的百万粉丝号 本可通过直播获利 但老杨的反对 使他心寒 类似杂家事件 并非首次 老杨曾多次如此 他感叹道 再也受不了这样打击 回看老杨在视频中 打砸破败的家 口称你这辈子 别想当网红 可见其行径之暴力 除此之外 一切生活所需物品证件 均被摧毁 视频账号上的内容 也几乎被删除 在苏秦晴的声明视频末尾 他表明离婚要求 甚至哀求对方 让他离开 保留唯一的账号 照片中 他手臂明显于轻 网友直言 在忍耐实属不至 但熟知两人的粉丝 难以理解 怎会走到今日田地 回顾此事 两人关系本无大问题 因认知差异 激化的家庭冲突 以及老杨的暴力行径 成为难题争结 多年陪伴付出 让苏秦晴 成家中之助 他的进取心 招来老杨担忧 在外人眼中 老杨勤劳他事 内心却自卑 据妻子反超 他试图限制苏秦晴 实则源自焦虑 在英雄辈出的时代 直播改善家计 无可厚非 老杨的自卑无异 反凸显其自私与无能 无视经济实际 墨守成规 结局可想而知 尊敬的朋友 生命的道路 充满起伏 我们要时刻保持 内心的平静与包容 这起网红夫妇的纠纷 也有其内在姻缘 丈夫生病 自卑 妻子奋发进取 两种价值观念碰撞 导致家庭冲突计划 我们不应责怪 谁是非对错 而要从中感悟出 生命的无偿 健康可以转瞬离去 成功也可能一夕之间 化为乌有 我们要学会宽容 理解对方的苦衷 珍惜眼前来之不易的幸福 生活难免磕磕碰碰 但同舟共济 才能打彼岸 不论结果如何 这对夫妇 都需要宽恕自己 宽恕对方 重新出发 相信爱情与理解的力量 定能抵挡心灵 波云渐日 佛云 三界皆苦 唯有精进 方得解脱 人生旅途 还长还远 不必因益于知识坠 而气馁 化解恩怨 重归于好 夫妻双方 才能得到真正的自在 诸位善男性女 今日之事 亦是人生一大题中 应景之作 能引发我们的思考 实属难得 让我们共同祈愿 这对夫妇 能找到生命和解的答案 如果你也有所感悟 不妨留言分享 使这成为众生的福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平安 这几网红夫妇的纠纷 给我们带来哀痛 也有其教会 丈夫生病自卑 妻子勤劳进取 两种价值观碰撞 导致家庭冲突 我们不应单方面批判 而要彼此宽容 设身处地 为对方着想 圣经说 要忍耐宽容 彼此相爱 生活难免遇到困难 但只要存着真诚心 保持沟通 相信上帝的引领 定能度过难关 不论这对夫妇的结果如何 我们都要用宽广的胸怀 包容理解 用爱心化解怨恨 用信仰照亮生命 这是主给我们的考验 与教导 弟兄姐妹们 今天的这起事件 启发我们反思人生之意义 让我们共同祈祷 愿这对夫妇 能凭着主的力量 找到和好的道路 你若有感的 请留言分享见证 使这成为大家的祝福 愿主与你同在 阿门 天地见证 因果轮回 善恶到头终有报 这起网红夫妇的纠纷 自有其缘由 丈夫生病自卑 妻子勤俭持家 一言一句 皆造化弄人 我们不应执迷于片面之词 而要洞察事物的本然面目 人生若只图一时之快 则难免惹来灾祸 唯有顺应天道 行善积德 方能获得真正的平安 不论这对夫妇的结果如何 我们都要怀着宽广的胸襟 去帮助他们 化干戈为玉帛 驱散阴霾见青天 才是正道 诸位道友 今日之事 亦是我们修行的一次检验 能给我们提供思考 实属难得 让我们共同祈祷 愿这对夫妇 能找到生命的出路 你若有感悟 请留言分享 使这成为众生的福报 中国女士频道最后说 网红的子弹 让她多飞一会儿